村里长的福利现在可能再增加 因为国民党立委提案 除了现在的村里长福利 还要加上检检费保险费 甚至出国考察费和春节慰问金 但民进党立委质疑 这是为了选举再绑装 这个是不是绑装 如果又加了什么出国考察 出国考察费跟春节慰问金 如果说每一年给他们一次的 这个健康检查费用几千块 就把它们抹黑成是绑装 的一个动机跟行为 我在这边呼吁有这样子的声音的人 请终止你这样的一个抹黑 根据立委提案的版本 增加保险费和健检费 总共要编列两亿四千多万的预算 而且要由地方政府来支出 只是因为国库负担沉重 钱的来源引起立委批评 两亿四千多万 内政部有没有这个钱 内政部没有这个钱 内政部没有这个钱 地方政府更没有这个钱 那会不会今天在这里讲是白搭 目前村里长事务补助条例 已经在委员会完成出审 通过村里长的健检费 及保险费补助 至于出国考察及春节 慰问金则并未达成共识 未来立法院如果三读通过 最快明年1月1号就能实施